今天晚上一開始 我們要來關注的是 流感疫苗搶翻天 因為實在嚴重的不夠 所以50到64歲的成人 施打的部分是已經喊咖了 那你可能要問 65歲以上有沒有比較打得到呢 恐怕也沒有 我們來看到在板橋 這個里長就告訴我們說 他們里內65歲以上的民眾 有1200個 結果您知道 他分配到幾劑疫苗嗎 100劑 他說怪了 不患寡而患不均 隔壁裡人沒那麼多 一樣可以分到100劑 怎麼會有這個斗粒 他就衝到了衛生所去問 結果得到的答案居然是 你來欠救 你才不要怕 滿臉錯愕的 不只這位富人 里長被整拳沒排到 打流感疫苗的民眾團團圍住 里民認為疫苗分配不公平 我來我來回家 我來我做了 你要做什麼 我們這裡是大 你會說就退 過了一輸才會這樣 對 這樣最大一輸才是100 數量太少不夠打 確實是現在台灣的窘境 而新北市板橋以里為單位 來分配疫苗數 但來打的人卻都不見得是 本里民眾 因此引發正義 這一次板橋神秋里辦公室 他們分到了100支疫苗 因此民眾早早就來這邊排隊 不過還是不夠這個里來分 現在更讓他們困擾的是 里長說他們還不能夠拒絕 其他里的民眾來這邊打針 里長控訴板橋的里都是分配100劑疫苗 但以深秋里為例 65歲以上民眾超過120位 其他人數比較少的里也同樣分配到100劑 認為應該按比例來分配 此外衛生局公告施打對象 不限本里民眾 因此只要有來排隊 里長都不能拒絕 我也早上有打針到衛生所去 那個護理長 他也很不客氣 回我一句說 如果嫌少可以不要打 疫苗分配報民怨 對此衛生所表示 目前疫苗數量真的不夠 而新北市也有針對人口數做調整 像是多位地區的里分配100劑 偏遠地區則分配30劑 不是我們里的人 我還不能季節 因為他上面公文 不能現身就里 那我們本里的里民的潛意 就沒有保障 民眾強打疫苗其實可預期 畢竟不少專家都提醒 秋冬時新冠肺炎跟流感 有可能一起來到 如今沒疫苗科大 引起民怨也是可預期 東森新聞 鄭鴻森 張良浩 在新北報導 還有民眾到這個美式大賣場 買水果買出了一肚子火 你看看這什麼 綠色的上面黑點點 哇 這看起來好可怕 這是綠葡萄 他來到這個美式賣場 買這個盒裝的綠葡萄 第一層他覺得 哇 乾淨漂亮看來又新鮮 回去要洗啊打開一看 中間層底層一顆一顆 都像這樣 他當場氣炸了 打開盒裝綠葡萄 眼前這一幕讓消費者 王先生傻眼 因為綠色外皮上布滿黑點 還透出了白色黴菌 甚至整顆凹陷流出汁意 王先生大呼真的超噁 這樣這種葡萄我們也常常在買 這次的那種黑掉那個比例太多 他這次大概有五分之一是這樣 事情就發生在南崁的美式量飯店 王先生說他跟太太到美式賣場 挑了盒又大又漂亮的綠葡萄 要價300多元 當下檢查沒有發現異狀 想不到回家後清洗修剪時 竟發現大量壞掉的葡萄藏在中間 今天對這個狀況 美式賣場回應這是單一個案 事後他們都有到檯面檢查 沒有發現類似情況 至於什麼原因造成葡萄損傷 美式量飯店表示 要看到實體物才能做進一步了解 不過消費者目前不打算拿去退貨 其實在美式賣場買水果 真的得多加留意 因為過去就有消費者買水蜜桃 結果一覺醒來爛了四個 水蜜桃上一點一點爛斑 還有白綠色黴菌 就像有人捏過一樣 你有問題在這方檢查 沒有蓋子它是原裝進去 類似案例石油所聞 美式賣場強調 若是消費者對水果品質有疑慮 現場都有註點的服務人員 可以要求打開檢查 避免類似的消費糾紛發生 東森信王 黃俊 廖品君 在桃園報導 葡萄爛了挑開不吃就算了嘛 但是我們來看看這個更可怕了 這個是日本知名的老字號的 牛奶品牌雪印 雪印他們做給嬰幼兒小朋友喝的 液態奶居然混入了金屬碎片 你看多可怕 一口氣回收了四十萬罐 粉色系金屬罐拿在手裡搖一搖 日本知名的老字號牛爐品牌 雪印再爆食安問題 業者宣布回收大約四十萬罐的 嬰幼兒液態奶 雪印公司承諾會向消費者致欠 以及進行賠償 但是這個消息已經引發消費者不安 應用而實用可能存在安全隱患 公司付的人表示 目前還沒有收到消費者引用後 出現健康問題的報告 但回收工作仍在進行當中 雪印是日本老字號的牛爐品牌 擁有七十多年的歷史大廠 但近年來卻屡屡爆出食安爭議 包含因為停電造成爐品 在常溫下暴露長達四個小時 產生葡萄囚菌 雪印卻依然拿來加工販售 2000年日本近一萬五千名消費者 在飲用雪印的低支牛奶後 出現嘔吐腹泻等食物中毒症狀 2002年又再次因為擅自將澳洲進口牛肉 更改包裝以及偽造製造日期 爆出了食安事件 甚至在消費者大力的抵制下 為此宣告破產 並且賣出旗下的子公司 雪印集團在2009年透過股份轉移 成立了現在的公司 不過這次的食安事件 再次讓雪印集團老品牌的形象受到重挫 東森財經新聞張詹 黃福祥綜合報導 下個星期就是中共的五中全會 兩件大事要來底定 包含了接下來的重大政策的確定 還有接班梯隊的確定 非常重要的一場會議 可頻繁在會議之前天有意象嗎 來看到黑龍江 即將水稻要收成了 居然突然天降大雪 把它蓋成白矮矮的一片 你說這些水稻該怎麼辦呢 我們再來看到四川 這個也極其詭異 水井都已經廢棄這麼久了 突然冒出了70度的熱水冒煙 這些熱水從河而來 更詭異在這個地方 江蘇長江的入海口 幾萬隻的螃蟹 烏鴉鴉的就這麼給爬上岸 看得讓人頭皮發麻 大家在想 中美熱戰的此刻 大陸內部的經濟狀況 是極其關心的 到底這個是一個急兆 還是一個不祥之兆呢 周密密麻麻的小螃蟹 在地上亂竄 讓人看了起雞皮疙瘩 這裡是大陸江蘇省 只有民眾派到 數以萬計的螃蟹爬上岸 害怕這恐怕是災難的前兆 同樣出現異上的還有這裡 放眼望去一片水白 很難相信這裡 原本是一片水稻田 黑龍江省近日突然下起大雪 把已經成熟的水稻 統統壓趴在田裡 讓農民們欲哭無淚 不僅如此 在四川更出現了一口 會發燒的老井 舉間畫面中 這口井冒著陣陣白煙 感覺得出井水溫度非常高 打完天水氣了 它球是 裡面水的是淡的 然後就因為又是這個機器了 臉 我也把機器夾起來 夾起來 然後它的椅子都反正都是 這一點 這口老井 這口老井以前是提供 鎮內居民生活用 但自從有了自來水後 水井就廢棄了 而這次突然冒出濃煙 自我知命認為是天人感應 唐代星相學曾提及 國軍走訪民間 如果遇到水井冒出熱氣 意味著國家將政治動盪 經濟蕭條 而隨著中共武權中會前夕 大陸極端氣候頻線 意向頻發 難道這真的是中國大陸經濟 步入寒冬的前兆嗎 畫面中一輛紅色卡車停在路邊 一旁的交警 氣得手指駕駛破口大罵 下一秒 指尖交警激動的揮舞棍棒 往車裡的司機一陣狂打 甚至整個人爬上卡車 駕駛被打到爆頭哀嚎 神經看起來相當痛苦 這名駕駛並非同企犯 也沒有犯下什麼滔天大罪 他只是沒繳交通費 疫情重創中國大陸經濟 許多地方政府也陷入財務困境 為了維繫正常財政收入大陸行之有年的罰款經濟再度興起 外頭停著一輛輛的轎車 這並不是停車場 更沒有塞車 而是等著讓警察開罰單的車潮 根據報導 每年交通違規事件就超過12萬起 光是一年就為該交通部門帶來2500萬人民幣約1億台幣的收入 盈利能力遠超過許多上市公司相當驚人 甚至還出現許多警察執法罰款的醜聞 我們一個人不熟一點 我們一個不是狗人 我們就想把那個八百萬派向的可惜 像我們以前好的砍銷案子 不是大型的砍銷案子 大型的賭罰案子 都不是這樣搞罰 這是大陸湖南一位派出所所長和指導員的對話 視頻曝光後 這名派出所所長坦言錄音中的稿錢 指的就是罰款 由於大陸交通部門有罰款指標 執法比以往延罰款也提高 就有部分部門為了追求利益和考核指標 不惜違法也要達標 而中國大陸近日發生的異象與亂象 是否也暗示著大陸經濟將隨著季節步入寒冬 東森 陳希春 陳怡婷 中午軍 最後報導 來看到大陸四川眉山市的這一條道路多可怕 看到沒有 它正在移動 整條路就像是慢慢被吞掉一樣 這個現場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呢 可以看到公路下方的地基正在慢慢下線 路面已經裂開 最後整段公路坍塌 畫面相當驚險 這段影片發生在四川某個路段 有村民經過的時候 路下垮掉的瞬間 因為公路完全塌陷 出現一個大缺口 車輛和行人都無法通行 警方接獲通報之後 立刻趕到現場實施交通管制 也派施工人員進行搶修 索性沒有人受傷 網友看到猜測是好幾個月的雨水氾濫 才會造成坍塌 也有人認為這麼長一段地基 全都暴露在外 沒有支撐 不倒才怪 不過詳細的原因 還是要等調查結果才能知道 很多人抱怨雙北居大不易 我們今天就帶您來看到 在中和這個地方 推出了這個所謂的三代同堂的物件 這個是台灣經聯 一口氣釋出了大概上百間的 所謂平價宅 很多民眾來 短短的這段時間 銷售量已經突破六成了 您來看看 六十坪這個樓中樓 號稱說是給三代可以同堂來使用 市價的八折 現在告訴你 一千出頭 你就有可能買得到 十字路口車水馬龍 速食店美食一應俱全 距離南市角捷運站 走路不到15分鐘的這棟社區 先映入眼簾的是 叢林大道多了幾分寧靜 而價格卻比代售行情 達了大約八折 挑高四米高的空間 做成了樓中樓更顯的氣派 這裡的空間大概有50坪大 看準的就是大家庭的客群 從地下室到三樓全包了 老中青也能三代同堂 包含車位建物面積六三坪大 總價一千兩百七十八萬 單坪二十萬元 室內格局採三房三廳三位 還有多兩個空間可以再利用 不只靠近捷運站距離市場 也不到五百公尺 同樣一個社區啊 它目前代售價格 大概在二十五到二十六萬左右 我們這一戶啊 來居住 目前來看房的啊 幾乎每個禮拜 都有二三十組以上來 來看房 低利率加上資金充沛 今年的房市景氣可能還有上沖底氣 董森財經新聞需要逐周宇瑞 在新北的採訪報導 旦夕霍福 這段畫面您來看看 十秒鐘定生死 肯亞一名官員啊 上了直升機準備要飛走 大家在那邊目送 眾目睽睽之下 你看飛著飛著居然到栽蔥 人類居然毫髮無傷 畫面上看到一台直升機在草地上 用極低空的方式飛過 同時旁邊也有一大群的民眾圍觀 釋放的地點在非洲的肯亞 當地的納羅克州州長 和其他官員乘坐直升機 但是飛行員曾多次嘗試起飛 但是都沒有辦法成功 在第五次嘗試起飛後 直升機就突然墜落翻轉 現場馬上引起騷動 而許多民眾也立即衝向 直升機失事的地點 同時也呼叫救護車輛趕點現場 不過不幸中的大幸事 直升機墜落後螺旋槳雖然折損 機尾斷裂 但是肯亞的省長和陪同的官員 卻無人傷亡 相關單位表示 確切失事的原因還要進一步的調查 不過根據媒體報導 直升機當時是要在肯亞州長 返回它的住家 環保當道 那麼事實上我們看到了 電動車越賣越好 在台灣這幾個月的電動車 掛牌的數量就明顯提升 但下面這則報導我們是看到 英國這份調查它反著做 它就問你 你為什麼不買電動車 理由幾個 就說價格偏高 充電量不夠 同時代料時間久 更重要的是二手車是價格掉的快 充電站六格停車格都停滿 還有人戴衛中 免加油的電動車逐漸在台灣打開市場 看看九月份高級進口車銷售排行榜 第一名賓士GFC車款達1053台 第二名Lensis 824台 特斯拉Model Free賣737台排名第三 曾經排了三台車準備要充電 大概你都要充個一個小時以上 如果快沒電的話 充電想要不等就得碰運氣 電動車車主普遍認為 如果要說需要改進的地方 就是充電站不夠多 可以再加強 目前它在增加了 就是我現在可以跑116公里 我的充板就是到這裡 平板上顯示電池還有多久就能充飽 開車時也能隨時找到距離最近的充電站 但每一款型號續航力不同 買車前的確要多加考量 就是你買了這一台 它現在續航力可能是400公里 它只會減少 不會增加 根據英國一間機構 針對1390萬名車主 進行電動車購買意願調查 發現充電站不足 長途旅遊疑慮 售價高於傳統車款 和家裡無法充電 以及耗材更換頻率高 都是拒絕買電動車的理由 它比較貴嘛 另外一個就是充電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加油比較方便 但普及率獎沒有這麼高 政府的那個補助也沒有很優惠 自動駕駛跟自動停車上的 罩折上面的歸屬 都還有一些爭議 售價上面的波動造成 二手市場的價格不穩定 另外車主反映 維修帶料酒 維修費用比較高 都成為電動車推廣時的門檻 加上大陸官網宣布 七天無理由退車的信心保障也取消 即便台灣還沒有跟進 但肯定讓不少消費者持續觀望 東新聞張靜康 劉怡晴 在台北報導